郭忠祥登殼考的大家好,我是朱布,你想要追劇,聊劇,懂劇,三冤王,一起達成Market,訂閱這頻道! 我會用劇評節帶給更多情感上的知識! 在這周播出第七集,第八集,我自己是覺得第七集結奏好像有一點點莫名其妙的慢! 第八集就是進展非常神速! 今天這支影片會和大家分享關於田螺姑娘、綠之大神 以及芝芽的前世整理 最後也會聊聊一些小細節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這個故事本身在中國、韓國、甚至是日本都有這個故事 只不過在韓國好像真的是特別的有名 經常看到很多韓劇都會拿來開玩笑 例如說是在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當中 就會有把朱里媽媽稱為田螺姑娘的情節 因為朱里的媽媽都會煮飯給他們吃 在這部劇當中田螺姑娘出現的次數其實真的也不少 也鋪陳了很多集她和組長的戲份 本來她覺得組長人很煩 但看完第八集後突然覺得作者也太陰她了吧 避免大家已經不記得田螺姑娘或是不知道她到底是什麼樣的故事 我們先來稍微回覆記憶一下 讓大家知道一下這個故事大概在講什麼 那在民間故事當中田螺姑娘有兩種版本 一種是來自於陶淵明的收神後繼 講說因為天神憐憶從小失去父母 那就一直孤苦伶仃長大的男子 因而派下了仙女去陪伴她 那這個版本在韓國好像比較少見 另外一個版本是農夫撿到了田螺的版本 農夫就是辛勤耕種 但因為窮苦所以無法娶妻 有次在田中男男自己的說種了種子又能和誰一起吃呢 結果他就聽到一個聲音說和我一起吃吧 農夫環顧四周發現了一個田螺 因此就把這個田螺給帶回家了 在那之後農夫只要跟完田 再回到家就可以看到香噴噴的飯菜 有一天他就很好奇想說 嗯那我就假裝去跟田 那回來偷看一下好了 結果他就發現家裡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姑娘在幫他煮飯 嬰兒向他求婚 兩人結為連理 在中國的田螺姑娘故事似乎就到這裡 但在韓國有很多不同版本的後續 有一種是多年後 國家的網看見了田螺姑娘嬰兒被她的外貌給吸引 因此就把田螺姑娘給帶走了 農夫去討公道反而被殺了 最後化成一隻藍鳥 而田螺姑娘進攻後也非常痛苦 再死後就變成了一隻梳子 國王的部分有人是寫說是使道 但使道版是使道和農夫打賭 賭注就是田螺姑娘 但農夫在田螺姑娘和岳父龍王 對他的岳父是龍王 的幫忙下引過了使道 雖然不知道劇中田螺姑娘精力的結局到底是什麼 但想必都是農夫死去的相關版本 而那一位很凡人的組長 透過綠枝大神的言語透露 看來很有可能前世就是那一位農夫 所以這輩子對田螺姑娘才會一見清心 然後才會一年內就離婚是吧 主長對於大飛機有很大的恐懼 看來是對高空或是飛行感有很大的恐懼 難道是因為他變成藍鳥的關係嗎 從情節來看 綠枝大神把農夫關進了他的恐懼 進而導致田螺姑娘變成寡婦 但農夫的恐懼 為何是跟高空有關 也是一個很大的謎團 畢竟以前的人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機會到達高處 除非是懸崖 嗯 真的還讓人蠻好奇的 第二個 綠枝大神到底是誰呢 從第八集來看 綠枝大神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能夠洞悉人的恐懼 甚至將人置身在恐懼之中 網路上大家有一個比較普遍的猜測 但就是說綠枝大神很有可能是 韓國傳統的妖怪叫做 我沒有查到他的正式中文翻譯 那 其實就是黑暗的意思 但並不是純粹說他是黑暗的產物 黑暗是一種概念 可以說是闡述人們對於黑暗的恐懼 那黑暗本身就是人們懼怕的代名詞 其實我覺得這個怪物的概念 很像是哈利波特裡面的吹狂魔 都是人們越害怕就越強大的妖怪 那在劇中有說他最討厭的 就是那些很有名的童話主人公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因為他的起源 非常的模糊 也很少有相關的著作 主要有資料甚至來源自口耳相喘 這些妖怪也是很難做人的 著名的童話主人公 會患上恐慌症 還要被其他怪物也嫉妒 陷害 我覺得綠枝大神的出場 以及他的奇幻能力都非常吸引我 那首歌引導李朗和芝雅 進去他們的恐懼的那首歌 叫做 Muji ki no le 直翻中文就是守門人之歌 似乎是一些地區婦女在節日時 會圍成一圈演唱的歌曲 那裡面就會有娛樂的遊戲 搭配這首歌來玩 不得不說在正常的一首歌 讓小朋友燦腦 再稍微改編一下編曲都會變得很恐怖 例如妹妹背著洋娃娃 嗯 說到恐懼 這次很直觀的讓我們直接看到了 李朗和芝雅的恐懼 李朗的內心其實最煎熬的 是母親不愛他 甚至視他為怪物還拋棄他 難怪他會這麼兇孔 因為他從小就沒有被疼愛過 我覺得這兩集最讓我喜歡的部分 反而是 鼻水小孩的前世揭曉 其實小男孩在這兩集的出場 我都有點小緊張 可以看出他的地位非凡 一度在腦海裡面想著 今天喜歡在故事中穿插繩子腳的手法 但幸好我們的編劇 含有理智安排他是小狗的轉身 畢竟九尾胡傳一直被質疑說 可能有一點點問題 但這些民間傳說的改編 真的本身很難不有相似之處 鬼怪本身也是韓國很有名的妖怪啦 那第八集最後 李燕的選擇 不知道大家覺得是基於誰的心理呢 會不會是覺得 嗯 志雅不可能會死 畢竟那隻蟒蛇還需要 志雅才選擇去救李朗呢 經過這次的解救 我相信 李朗的心門應該要被打開了吧 小胸空終於要長大了 前世的故事已經漸漸彈開 讓我們看見大概的脈絡了 如果要依照時間軸來說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從第八集最毛的地方說起 前世催眠 其實在錄影那裡的前世催眠 和我之前在YouTube上看到的前世催眠影片 真的很像耶 就是他會跟你說前面有一扇門 然後你去打開他 但我是沒有看到那扇門啦 大概是我心神很喚喚的原因 前世催眠意外喚醒了他體內的東西 也就是說志雅身上的鱗片 說不定根本就不是蟒蛇大大的 可能是蟒蛇新娘的鱗片 意外被喚起的對象說他在 潤年潤月某 距屍骨而生 甚至是在瘟疫患者的目中 關於這部分呢 據我常常閱讀的穿月小說啦 古代處理瘟疫的方式真的很糟糕 就是會把類似症狀的人趕到一邊 甚至你可能根本不是那個病 只是有一點點相似的症狀 也會被趕到那裡 那沒病也會變成有病 人死了也沒有人敢觸碰他們 去埋葬他們 甚至就用火燒 快要死的人也不會有人去照顧他 所以那個小女孩才會說 那是一個人世間的地獄 所以各位要升起身在 而雅音是王的第七個女兒 國王知道他出生後 就把他趕出宮了 為了避免莽蛇來娶妻 也就是說王和莽蛇之間 有過那個 你第七個女兒要嫁給我的約定喔 感覺是個很常會出現在 民間故事情節啦 和妖怪約定的人總是會覺得 自己不會有那樣的孩子出生 所以就隨便答應了 莽蛇大大被李燕 稱為不能做交易的人 象律本身真的還蠻恐怖的 國王為了救雅音而犧牲了自己 才被榜蛇給佔據身體 國家名不了身陷入饑荒 雅音為了救助國家 和自己的父親而犧牲了自己 前世當中 李燕是看雅音長大的 更能夠理解這名女子 是抱持著什麼樣的雄心壯志而活的 所以當雅音犧牲自己 把蟒蛇帶到李燕面前時 李燕其實也沒什麼選擇餘地 只能殺死蟒蛇來成全雅音 最後兩人在三途團約定下也是 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蟒蛇為什麼要見三神? 是蛇吃狐狸的概念嗎? 是為了要變更強嗎? 所以要吃更好的忌廳? 大家覺得可以在下面跟我們分享 這兩集當中也鋪成了 朵依婆和玄音翁曾經有個兒子 甚至出現他們雖然在忌日 兩夫妻仍然離心 無法共同懷念兒子的情境 這很有可能是為了鋪成 朵依婆為何對李燕特別照顧的部分 畢竟連玄音翁都說 朵依婆是把他當作兒子在疼愛的 我本來還腦洞大開在想 呃他們的兒子該不會是蟒蛇大大吧? 所以奪一婆才要封印狐狸之類的 但他們的兒子是自殺的 蟒蛇是被李燕給殺死的 所以這個猜測就直接out 而蟒蛇長大版有李太一視野 看到他就想起偶然發現的一天 他跟前世真的很有緣分 偶一天裡面他也是一直在糾結 擔心前世的輪迴又再度發生 結果換演出《九尾狐鑽石》 他化身捲土重來的蟒蛇 我覺得前世輪迴的社局 真的是編劇們很陰險的招數 整個會把觀眾們猜到很心痛 有看過偶一天的觀眾應該就等我在講什麼吧 那最後有被餓死鬼嚇到的 在下面留言舉個手號 讓我知道我並不孤單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還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面幫我按下like 留言跟我分享看這兩集的感想吧 今天就這樣 掰掰